大家好 这两天周围有很多朋友们在谈论一个事情 就是夏威夷这个大火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看了有很多文章 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文章的介绍 我们先看看其中有一篇文章 它是在19号 文章是这样说 美国夏威夷发生火灾 目前有120人死亡 1100人失踪 关于大火的起因众说纷纭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路老化所致 起火的地方电线杆甚至都还是木头的 电路系统非常落后 有监控拍到起火前 有电湖闪光发生 随后就出现了明火 第二美军在实验新型的激光武器 起火的地方有美军基地 有当地民众称在夏威夷大火前曾看到一道明亮的光从天而落 随后开始起火燃烧 第三认为是富人阶层故意制造了这次火灾 在火灾发生之前 资本家要征收当地的土著人的土地 但是大部分被土著人所拒绝 随后发生大火 不少土著人丧生 并含泪出售自己的土地 之所以有这个论点是因为起火后 当地富人的房子在火灾中安然无恙 烧的全都是黄金地段的平民阶层 还有文章说 据说美军想把那个地方作为军事基地 当地人是不愿意的 还要赔偿 突然就来了一把大火 没有预警 没有抢救 没官方装聋作哑 这事情无论怎么看都有点诡异 说法二 不少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火灾发生当天 被风刮倒的电线杆 引燃草地的视频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据美国媒体报道 夏威夷虽然是旅游业兴旺 电力基础设施十分老旧 很多的电线杆还是木头制作的 有文章说 随着大火导致严重的破坏 人们对当局是否有向居民及时发出报警 也提出了质疑 尽管有人称当时收到了短信警报 但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警告 也没有广泛的传播 许多居民说火灾打倒之前几小时 枪风打断了通信系统 根据BBC了解 火灾已上周二爆发之前 并没有具体的警报 当地居民称在火灾爆发之前 他们没有收到当局的警报或者指引 根据该州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 Adam向美联社表示 记录显示上周二 毛衣岛上的警报器没有被处罚 在火灾发生后 许多居民报告称没有看到这些警报 引发猜测指警报在毛衣党发生广告 警报是在停电和通讯中断之后才发出 另外还有报道指出 该地区受损之后救援非常困难 物资没有办法用船运输 公路也被堵塞 有一些已经走了水路的人 有些人已经走了水路 但不得不靠游泳将物资送到岸边 有居民说帮助他装载物资的是一些年轻人 并未发现政府官员 他说指挥官太多战事太少 一位叫布达波拉达的人说 每个人都在指挥 但没有人行动 另外有文章质疑 火灾是不是由于激光武器的攻击所导致 他们推断的理由是 火灾当天美军实验室激光武器 报警不响 近六万名美军无动于中 CNN说能给钱给乌克兰 为什么不能救夏威夷 上述报道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均没有报道 有一些视频 一些评论也是在网络传说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到底夏威夷火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或许这个原因永远都不会对公开 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下 另外看了一些视频 看了很多的照片 其实像文章所说的 它烧的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岛上的黄金地带 也就是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 房子挨得特别密 几乎全是房子 没有很多的树木 没有大面积的森林 因此这种情况下 这个火怎么能够着的那么大的 确实是一个问题 再有如果说按照文章所说的 有电线 那木头的电线杆并不是着大火的原因 某一个电线 比方说被刮风刮断了 这个也不可能引发这么大的大火 在很多地方 只要一刮大风都会出现短时间的断电 比如说某一个人电线掉了 或者电线杆倒了 那一断电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叫局部停电 当局部一停电以后 就可以进行维修 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一些电火花突然打出来 也不可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大火 救援 我们整个在这些图片视频里边没有看到有救援 也就是如果有一个房子突然着火了 那你很快过去救援 就火是能够扑灭的 但是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有救援的车辆 救援的人员 就像文章里所说的政府好像无动于路 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美军基地 那军队也没有出来去帮助老百姓去救援一下 只是有一些老百姓的自然的疏散 那眼看那个房子就这么烧 文章里也提到了富人区 富人区一点都没有被火烧 毛发无损 然而真正的富人区 他们的地里边呢 有大量的绿化 有树 那个地方倒没有着火 我们能看到公路上被烧毁的汽车 还有那些被烧焦的房子 整个那一片 其实就在海边 旁边上能看到有水 那一个城市 按理说着火的地方呢 应该是树木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它在这个黄金地带 没有看到有很多的树 那着火一般都着在郊区 很少着在市中心 如果在市中心着火的话 一栋房的着火 很快就可以给扑灭 你不管是木头的房子也好 还是什么公寓也好 这个局部的着火 都从来没有引发过 整个把这个社区 把沿海内一大片的房屋 全部通通烧光 这个现象呢 过去也很少见 军人没有出动 政府没有作为 没有预警 而且在里边夹杂了很多的信息 就是文章所讲的 那块黄金地带 曾经有开发商 试图想购买这个地段 那当地的居民不卖 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了 事后被烧焦的那一片的 那个照片比较多一些 在之前的照片呢 在着火的时候的照片并不多 一排排的房子 全部被烧焦了 几乎就是没有东西了 烧成灰烬了 然后呢 还是有出现说 有开发商要购买他们的土地 因为按照西方的房屋的一些保险来看 如果你是有贷款的 银行会要求你去买保险 保险里边一个很主要 就是一个火险和一个水险 因为这边的木头房子 很容易被火烧掉 所以你买了保险以后呢 保险公司会赔 水险就是如果发大水的话呢 把你房子都冲了 烟了也会赔 但是如果这些当地的一些 比方说原住民呢 土著人呢 他们这些小房子可能没有保险 不一定有贷款 他们也不需要贷款 那个他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那个地方 那当一把大火烧掉之后 没有看到关于有保险公司倒闭 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 那也就是说多数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买保险 那烧完了就完了 给你留下的就是那块土地 你自己要去在那个地方再去盖房子 那个成本是你要自己负担 不是保险公司帮你负担的 那逼得你竟然把那个土地你卖掉了 卖掉一点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盖一个房子 因为所谓黄金地带啊 就是那个地最值钱了 卖给谁呢 卖给这些开发商 建筑商 可能这个因素呢 不能完全的去排除 从现在的新闻看呢 这个大火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动作 去帮助这些灾民啊 去怎么能够恢复他的家园 没说 不要恢复了 可能那一片就变成了一块空地 整个被烧焦的这块空地 打包卖给开发商 那个地方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建筑物出现 这个可能要到十几年几十年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这场火所造成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几十年之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很有可能大家对这个起火的原因 以及不去救火的原因产生很多的疑问 产生很多联想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